这正正现在不是香港人, 也不是香港好像昨天原作级协会主席所说, 有人在带风向,其实我看不到人带风向, 我都不知他怎样看出来, 完全看不到有人带风向, 反而现在大家市民在看公务员怎回应这件事, 首先早上梁绸廷在在晴朗讲, 然后轮到原作级协会整排人出来说好不满, 问题来了,你们听不听到国家主席习近平讲的什麽, 你们有何学习,照计原作级协会主席有去学习, 他其中一个是第四点希望, 是希望香港保持稳定保持和谐, 现在无香港市民吵,无, 反而公务员团体出来吵哪厉害, 接着我又跟你问,计算一计算, 原作级协会的理由就是我们在疫情时, 我们在社会运动时我们付出了很多, 你有否收OT钱,你有否收补贴, 你收人工是否白做,我就问一个问题, 接着梁绸廷也讲, 我们本来请我们回来不是做那些事, 我现在搞疫情那些事, 那你又第一是住院, 第二不是无偿,政府又给钱你们, 只要钱多与少是你们接不接受的问题, 你不接受可以不做, 它无强迫你, 至于你说就算廉政公署的人, 都要被人捉在廉政公署入袋, 入福袋,入抗疫包, 这一个OK, 政府团队觉得团结, 不是代表跟着你做完团结, 或做完服务市民工之后, 一定要拿回报偿,不是拿回报酬, 这是第一个问题,第二个问题对于警察, 你加个人工,你调整了人工, 你将人工升级点升光, 你是被其他公务员优胜, 接着回头,现在加2.5%, 无论原座级或公务员总工会, 梁绸廷讲一讲, 本来上年你们负数, 你已经减人工, 你冻结了无减, 今年加2.05%, 然后你减上年那0.5%, 应该只有1.55%, 现在加2.5给你们, 其实如果讲是原座级或基层的公务员, 其实是比expect加多了, 警察之前更加多一次, 为何要大声疾呼, 觉得很不公平很愤怒呢, 我反而觉得冷静地想想, 其实应该可以接受, 因为政府狠加, 本身政府都要走出一个很难的步伐, 即很难的步伐, 而另一方面市民的反应都要有, 要看市民情绪, 因为市民大部份是跌了收入, 而见到公务员升的收入, 当然希望公务员升的收入, 很多市民正面看, 就希望可以拉动到, 连市民收入都上升, 但另一边看, 另一边看一件事, 其实是否应该加2.5而禁嘈呢, 反而中级高级是有机会觉得应该, 他们觉得应该要政府交代下, 另一边公务员事务局局长, 亦可能在他的公报上可能讲错话, 他说邀请公务员的评议会和他沟通, 他说特首会和行政会做了决定, 加2.5和追溯到4月1日, 你还有何沟通, 沟通应该是做决策之前沟通, 你决策之后就是解释, 你应该约他来解释, 告诉你六个范畴你怎样平衡, 应该是这样做, 安復你情绪, 现在结果有些问题出来, 就出自政府自己的范围, 即政府班子里面是无人插手, 不想太多评论, 但希望政府尽快搞掂这些和谐的问题, 讲一句追不到通胀的话, 真是可行可点, 现在讲是否一定工资需要通胀呢, 如果是的话香港市民怎样呢, 是否只是公务员可以工资出去通胀呢, 现在香港市民不单止, 要想一想, 香港市民当然在公务员角度看这件事是这样看, 但公务员也有二十万公务员, 你都懂得看一看香港市民, 二十万公务员还有六百八十万香港人在, 六百八十万香港人大体当然有很多人加工, 譬如地铁那样, 地铁昨天搞一件事出来, 一陈也讲了地铁, 大部份这六百八十万香港人, 可能有一半以上人工下跌了, 收入跌了, 可能开工不足, 可能失业, 可能本身人工减了, 可能福利减了, 接着你又怎样看呢, 他们跟你面对一样的通胀, 他人工跌了, 你跟他面对一样的通胀, 人工升了, 怎样平衡呢, 所以人工一定追到通胀, 这一个不一定的定律, 就着社会情况未必可能有滞后, 可能有超前, 未必一定即刻会發生, 至于你说, 我又讲讲地铁, 如果公务员团队, 如果评议会出来讲, 可以不用那麽激烈, 你拿个例子出来讲, 如果大家留意新闻, 昨天地铁送了很大的巴根power给你, 去插政府, 为何呢, 地铁在行政会公布后, 行政会会加2.5, 再追溯4月1日, 地铁竟然说加3.5-5%, 大政府一倍, 再加1.5个月花红, 地铁重要盘数不漂亮, 这正正看到另一个问题, 就是地铁究竟在搞李家超的政府, 在搞事, 还是地铁真是那麽低能, 公布时无想清楚形势, 就算你说我不知道政府, 昨天开了行政会会公布, 你无理由不知, 全世界都在知, 上星期日开始才知, 你无理由选政府公布完, 在公务员加深2.5%时, 你去说我多加一倍, 这个李家超应该惩罚今集培, 这麽低能的人, 有甚麽可能被他还坐在地铁主席位置, 地铁最高管理层位置呢? 当然警队可能在运动期间面对很大压力, 这可能是小朋友压力, 警队有压力是事实, 所以当时袁座级的一个协会, 联署级会主席林志伟, 是曾经出现一个, 似乎以下犯上的一个几不好, 在几个部队几不好的practice, 当然当时他有压力, 或是当时他代表袁座级, 代表警队很大压力, 问题是当张建宗代表警队向市民致协时, 他竟然出公开信质问张建宗, 大佬你知不知差几十级, 一个正基层及居高层之间, 竟然可以这样通讯吗? 结果张建宗我不知为何那麽屈袖, 屈袖在袁座级协会之下, 现在会否因为这件事, 令袁座级协会觉得有甚麽事都可以这样搞情绪呢? 我觉得不行,要想清想错, 现在形势与你那时不同, 如果你听建制派讲, 现在由自变轻又自及轻, 即是说现在稳定了, 相对警察或警方在工作上压力小了少少, 譬如你起码现在多时间抄牌先, 之前时间抄牌都无, 在这情况下, 袁座级协会应该想想, 是否还可以下下那麽强硬呢? 你是不是应该要想想, 其实记录部队应该有一个服从上级命令的一个最基本的一个行为呢? 好,接着当你觉得我好愤怒, 我要表达了, 不是无得表达的, 平议会可以表达的, 但表达其实应该是劝或说服工业事务局重新考虑加薪幅度, 当中应该给理据, 理据可以说你立刻搬地铁出来, 地铁为何加5%, 我们加2.5%, 地铁赚钱, 地铁赚的钱少了, 为何它可以加多, 我们一倍, 你可以这样问, 地铁给了好牌上, 你又不用, 接着第二, 你说因为通胀, 通胀少反驳, 说地铁就好过通胀, 接着你说以前是一向都跟衰猪出去调查, 如果不跟的话不如不要做, 可以的, 你可以建议的, 你可以叫它不要做, 你亦可以质疑李联輝做得不好, 衰猪出去调查出来, 结果是不能完全反映市场意见的, 你可以说这些, 这些可能对香港市民来说, 产生共鸣的机会大些, 香港市民产生共鸣的话, 你其实出来说话, 其实应该是招来所有人支持, 如果你说我不用你支持, 我不需要跟你交代, 你便写个声明便行, 你不只跟工人事务局局长谈便行, 你不需要见记者, 不需要见市民, 如果见市民的话, 其实你应该是在专注市民对你的一个支持, 你应该说到一些说服力高点的方法, 说服力高点的讲法给我们听, 我们可能很支持你们, 不需要你发愤怒, 可能香港市民很愤怒, 为何加工媒加那么少, 为何加地铁加5%, 都是这麽简单。